前方那輛貨車車斗再滿貨物比車頭還高 還往左邊歪斜 整輛貨車都被貨物壓到 車身也歪掉 後方目擊駕駛看到嚇壞 生怕貨車隨時會翻車 貨物要是垮下來可是會被波及 貨車在一大堆貨物被壓到歪掉 影片PO上網在網路巡邏的遠景看到了 根據車牌一路追 從深港鄉追到河美鎮把車攔下來開單 駕駛坦承看到一半時 有發現車斗上的貨物歪掉 車子也歪了 但他卻懶得停車把貨綁好 還敢繼續開 沒有穩當的把他捆緊 他駕駛人也有發現說這種 現在他自認為說 因為行駛距離很短 所以他沒有立即做處置 誇張載貨嚇壞周圍用路人 警方說他從深港一路開到河美 開了將近五公里 幸好貨物沒有砸下來 要是造成車禍害人受傷 可不是只有罰錢就能了事 華視新聞 雄邦聯品星 謝忠義彰化報導 我是陳雅玲 想要跟我一起叢林掌握天下事嗎 趕緊按下華視新聞 YouTube頻道的訂閱按鈕 開啟小鈴鐺 跟我一起探討公共議題 給您最專業的華視新聞